欢迎收看今天9月3号公示晚间新闻 现在进入9月份台风真的是接二连三的来 今年的第9号台风马脑已经在下午2点钟形成 虽然它直接扑向台湾的机会并不大 但是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从明天开始又要变天了 气象局已经针对嘉义以南发布大雨特报 趁着好天气 不少人到户外打球放风筝 运动一下疏解筋骨 不过这样勤劳的天气马上就要变天了 因为原本在关岛附近的热带性低气压 在3号下午2点已经形成轻度台风 名字叫做玛瑙 目前正以每小时24公里的速度朝西北西方向移动 预计4号下午暴风圈会最靠近台湾 应该会在周六的下半天到周日清晨通过琉球海面 也就是台风相对台湾陆地最靠近的时间 不过气象局表示即使如此 暴风圈距离台湾也有两三百公里 因此直扑台湾的机会并不大 只不过受到台风外围帆流影响 4号和5号两天周末假日 全台都有降雨机会 尤其中南部以及花东地区会出现大雨不好雨 当台风北上会让原先在南海附近的 这些热带的云系被台风引导通过台湾的上空 这一段过程就会让星期天各地都将会出现明显的震雨 而且还可能出现大量的雨量 气象局下午已经针对嘉义以南地区发布大雨特报 山区也有局部型大雨发生机会 因此特别提醒住在山区的民众要注意防范 民众这两天出门时一定要记得攜带雨具 记者综合报道